2017年的2月13日 台灣的農曆新年剛剛結束 照理來說星期一應該會充斥著連假結束的憂鬱氛圍 不過一台行駛在國道的遊覽車上 卻載滿了剛剛從武林農場看完櫻花 盡興而歸的遊客們 他們結束了一天疲憊的行程 座位就像搖籃一般不時晃動 也讓大多數的乘客都進入了睡夢中 不過陷入熟悉的乘客們卻萬萬沒想到 駕駛遊覽車的司機 也像被這股睡意感染了一般 意識漸漸模糊 在高速公路的交界處 一起致命的重大事故正在醞釀 這起事件2017年初在國內引起風波 不僅現場的照片慘不忍睹 一夜之間有許多家庭破碎 最後甚至對台灣旅遊市場投下了一顆震撼彈 大家好我是Eric 今天就要來跟大家回顧這起 鐵鏈花遊覽車 翻覆事故 事情的發生 還要從台灣旅遊業當時流行的一種旅遊方式 天天遊說起 參加天天遊的遊客們 在早上坐上遊覽車 往景點移動後走完行程 在最後接近傍晚時折返 也因為當天來回的特性省去了住宿費 讓團員們只要繳交1000塊左右 帶上少許現金就能暢玩一整天 如果你是北部的旅客 無論是要前往東部 或是南下道武林農場看櫻花 這些都可以在一天內完成 這麼低價 兼具CP值的行程 因為吸引了退休的中老年族群參加 通常也稱作媽媽團或是長青團 而這次的行程也不例外 由蝶戀花旅行社推出的 武林農場櫻花祭一日遊 包含了櫻花溝穩規關於台 武林茶莊 吊橋的景點 並且一人只要繳交850元 就涵蓋了車資 保險以及門票 如果加上午餐 也只要1100元就能包辦 這趟賞英旅行團包含了司機跟領隊 一共有44人參加 時間來到2017年的2月13日 一行人早上9點從台北出發 並在車上享用午餐 並在下午1點到達了武林農場 整趟行程非常愉快 但也可以說是走馬看花 在欣賞到了武林農場2月特有的櫻花美景後 大約下午4點半 團員們就要再從武林農場 折返回台北 接著來聊聊駕駛遊覽車的康信司機 雖然行程看似是早上9點出發 但實際上還要算上接駁旅客的時間 因此他在接近早上7點時 就要起床保養車子 康信司機的打卡記錄顯示 他在8點17分就駕駛車輛前往台北接駁旅客 前往武林農場的車程大約是4小時 來回家起來就會達到8小時的驚人時數 而算上保養以及接駁的時間 康信司機的工作時數甚至更高 為這趟旅程埋下了一顆不定時炸彈 到了晚間8點30分 點點花旅行設了遊覽車在回程的路上 行進了國道5號 準備進入國道3號往南下方向的大彎道 通常經過這裡的駕駛 看見這個大彎道後 就會放慢速度 路旁也設有速限40公里的標誌 不過也許是疲勞駕駛 又或許是為了趕時間 康信司機絲毫沒有煞車的跡象 甚至一度以98公里的高時速逼近 在接近護欄後才減速到78公里 但一切都已經太遲了 整台遊覽車失控的撞向護欄 力道之大甚至連車體的左側都被抬起 跌入了路旁的邊坡 而車頂的鋼板在高速碰撞下就像紙片 先是遭到掀起之後 緊接著 便是毫無防備的乘客 在9點04分 警銷貨報前往現場救援 大多數的乘客在高速撞擊下 頭顱被掀起 有的則是被拋飛到數公尺遠 現場到處是斷枝殘壁 血肉模糊 車內不斷有被抬出的死者被放置在路上 因為事故地點在雙北市的交界 當時也動員了共286名救難人員 讓現場處於十分混亂的情形 車輛是做滿的 車輛是做滿的 現場機動大艦機動大艦 需要超過40戶的 救車 終於在人員都被抬出後 破爛的殘骸被吊車吊起 看到了失去車頂的遊覽車 就可以想像當時的撞擊力道 究竟有多巨大 在一名傷者被送往萬方醫院 並在隔天宣告不治後 這起疊戀花遊覽車的翻覆事故 一共有33人死亡 11人受傷 成為了台灣最大死亡人數的 國道遊覽車事故 在事故發生的兩天後 多位罹難者家屬前往的第二殯儀館 參加旅行社舉辦的智商會 台上也坐著一名負責人 向家屬鞠躬道歉 接著受害者家屬對台上丟出了幾個問題 像是事故的車子是登記在誰的名下 又或是後續的賠償問題 不過這個負責人一問三不知 說不出半句話 僅僅只是呆立在台上 這也引爆了家屬的情緒 讓這名負責人 成為了炮火攻擊的對象 蝶戀花炒見了你 是誰的 先生是誰的車子 請現在回答 請問我現在在這幹嘛 在這幹嘛 這名男子 名叫周忌鴻 他雖然登記是蝶戀花旅行社的負責人 但是實際在控管旅行社的人 是他的爸爸 周筆倉 周筆倉在兩天後 才出現在記者會上 態度也十分強硬 稱他在孫節期間有給雙倍的薪水 不認為自己有虧待旗下司機 不過隨後他做出了一件非常具有爭議的事 月有殷勤圓缺 仍有悲歡離合 此事古男權 但願人長久千里共產權 人為財死 鳥為死亡 周筆倉在記者會上吟詩作對 第二段的人為財死 鳥為死亡 自古已然 似乎也是在暗指著 康信司機與旅客 讓家屬十分不滿 點電話旅行社隨後已被起底 沒有給自家的司機保勞保 這點違反了勞機法 康信司機也一度被爆出在事故前 已經連續上班14天 旅行社的其他司機也表示 老闆雖然沒有強迫他們上班 但是大多數的員工 都想賺取一個月上班25天 高達8000塊的權勤獎金 於是多位罹難者家屬 組成了自救會 向周筆倉以及肇事司機起訴 業務過失致死罪 而事隔半年後 士林地檢署宣布偵查終結 並提出了以下幾點 第一點 整起翻覆事故 以死者康信司機的超速為主因 根據後方車輛的行車記錄器 以及車上的數據顯示 康信司機直到彎道前 都沒有試圖煞車才會釀貨 再來警方建定了遊覽車的殘骸 發現不論是煞車 輪胎 以及驗車記錄都沒有出現問題 但因為康信司機已經死亡 因此對司機的控告 最後以不起訴處分結束 第二點 雖然司機確實有連續出勤 以及超時駕車的情形 但檢察官認為疲勞駕駛 只是一種可能的原因 加上多位證人都說司機的駕駛過程 還算平穩 在沒有其他證據的情況下 不能一口咬定 司機的疲勞就是這場事故的罪魁禍首 第三點 碟戀花旅行社雖然被懷疑虧待員工 但其實司機請假並沒有遭到刁難的情況 在仔細查看頒表後 會發現2月10號 康信司機就有進行休假了 因為以上的種種原因讓這起事件的嫌疑不足 刑事的部分最後以不起訴作結 最多也只能針對勞機法對旅行社進行開罰 值得一提的是 雖然在頒表上康信司機的確有休假 但根據司機女兒的描述 司機在休假當天又被公司找去保養車子 另外也如同前面所說 每天上班的前置作業 還有下班後的收尾工作都沒有記錄 表示康信司機的工時 實際上是還要再更長的 而假設疲勞真的是肇事主因 這又要提到一名關鍵人物 也就是這趟賞音形成的消信導遊 消信導遊如果能夠注意到康信司機的疲勞 與他多聊聊天 或許就能避免這場事故發生 究竟導致這場悲劇的原因是什麼 隨著事故當下 導遊與司機雙雙殞命 我們恐怕再也無法得知 這起遊覽車翻覆事故 隨後影響了整個台灣國內旅遊界 推出便宜又大丸行程的 蝶煉華旅行社被勒令停業 交通部也在隨後宣布 旅行社必須下架從台北出發往 阿里山、武林農場、清淨農場 墾丁、花蓮的超時旅遊行程 更提出駕駛的工時 必須從到車行報導就要開始計算 之後更推出了雙駕駛的政策 只要是超時行程 遊覽車上就必須要有兩位駕駛輪替 杜絕任何超時工作的可能性 這些政策讓各大旅行社的 天天油形成成本增加 在價格提高的情況下 許多業者苦不堪言 退出了天天油的市場 相比當年的盛況 天天油可說是減少了不少 最後是案件的一段小插曲 近期有消息傳出 蝶煉華旅行社另起爐灶 成立了一間新公司 而那位曾經待站在台上的負責人 周紀鴻 現在成為一名駕駛 繼續為公司工作 周筆倉當時曾經講過一段話 假設我今天不是開遊覽車 我是在那洋村面 別人用味精 我用大骨頭熬湯 價位都一樣 我的面比較多 我的彎比較大 請問你們去哪一家 做生意最重要的一點 就是抓住人心的貪念 很顯然 近幾年周筆倉又掌握了這個道理 實際去查看新公司的旅遊方案 雖然大部分的超時行程被取消 但這間旅行社還是有推出天天油方案 有些不僅500元有找 有的就算超過500元 也一樣物超所值 這些便宜又大碗的方案 像極了當初的 蝶戀花旅行社 而消費的民眾 有些根本不知道 有的就算知情 內心的貪念 也被周筆倉牢牢抓住 讓這間新公司不斷壯大 人為踩死 鳥為食王 自古已然 那麼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這裡 感謝你看到這 如果你喜歡這次的故事 歡迎幫我按下喜歡按鈕 並訂閱一下水稻先生的頻道 我是Eric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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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 再見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仔